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极乐世界幸福般若 静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修行摆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是派遮任务 dim 之下 目白 顿 感聪 修行摆诵是十一世纪的伟大学者 帕当巴桑杰的心灵证言 由顶果亲者法王家乙论事 帕当巴停留在西藏和尼泊尔边境的汀瑞地区 很长一段时间拥有无数个弟子 有一天一个亲近弟子在久违之后 抵达汀瑞看到上师如此年迈 而感到非常悲伤 于是他问 圣者当你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 毫无疑问的 你将从一个净土到另一个净土 但我们将会如何 我们能够信任谁 面对热泪盈眶的弟子 帕当巴教导了修行摆诵 修行摆诵意深奥又简明意懂 诚振论认真的修行者将发现 这些祭送中的所有教导 都是正统佛法修持不可或缺的精髓 在森林内部 在森林内部 猴子可能快乐安室地活着 听闻的人们啊 但森林外围的火焰正在逼近 在森林深处的中心 猴子惬意地在树枝之间跳跃细细 享受美味的果实 他们不知道自己被火焰包围 很快就会被活生生地烧死 同样的 教者 权者 富者 自得其乐 仿佛不知道死亡将突袭而来 置他们于死地 思良在死亡的刹那 什么是真正有价值 有意义的 并遵循证悟之道 这是你善用人生的 唯一聪明的方式 生老病死 是一条没有桥梁或浅滩的河流 听闻的人们啊 把船准备好了吗 生老病死 是人类的四大痛苦 出生 是生命的门槛 也是痛苦的门槛 很快的 老麦将改变我们的健康状况 使感官衰退 牙齿脱落 头发灰白 失去记忆力 将使我们脾气坏 难以相处 而且 没有人想要听性情乖利的老人说话 焦虑 绝不会停止折磨我们 我们的财物会出什么状况 我们担忧 我们的子女 将如何的 弃这些财物于不顾 疾病也将带来苦恼折磨的重担 我们因苦楚而憔悴瘫痪 最后必须面对死亡的几度痛苦 这四大苦 形成一条狂暴河流 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越过 我们现在就准备一条 可以带我们渡至河之彼岸的船只 不是比较好吗 在生死与中阴的狭道上 盗匪 武毒等着突袭你 听闻的人们啊 把上师当作你的护卫 通过一个盗匪出没的地区 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可怕经验 同样的 在修行道上行走时 也必须经过难行而危险的狭道 任何一个展开艰巨的政务旅程的人 都必须预期 自己可能会遭遇一些 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 尤其是 贪 撑 吃 慢移 五种障碍 你或许能够避开贪的袭击 但是你会发现 撑已在下一个十字路口 伺机而动 准备要制服你 即使你逃离撑的等待 你也会轻易的就落入 慢和疑的魔爪之中 这五种有毒的情绪 是冷酷无形的盗匪 总会摧毁我们达成目标 自轮回中解脱的任何机会 不会犹豫片刻 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一个完全值得信赖的护卫 来带领你通过重重危险 那个护卫就是你的上师 唯有他的指引 你才会安然无恙的抵达目的地 由于其中有太多的风险 因此你要先选择一位真正具得的上师 来作为开始 一旦你对上师建立了信心 你就必须遵从他的建议 最后你应该学习 如何把上师的建议不诸实行 如果你能够正确地进行这三个阶段 你将进步省速 没有障碍 由于上师的慈悲和智慧 佛把的全貌得以在你面前成展 如同在市场上拍卖的昂贵食品 措施这个机会不是愚蠢吗 如果你信任一位真正的上师 当你年迈的时候 就有一个可以运用的修行法门 当你生病的时候 就有另一个修行法门 当你面临死亡门槛的时候 还有另一个修行法门 你将准备就绪 怀着坚定的信心 面对生与死 上师是永远可靠的皈依对象 听闻的人们 实时观想 上师在你的头顶之上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慈悲的上师永远不会背弃你 你应该如何把上师的教导付诸实修 你应该像一头饥饿的牦牛 当他吃着一处青草的时候 眼睛已盯着另一处青草 你应该充满喜悦 热切的修行 绝不落入懒散或漠不关心 尤其绝对不要认为 这样已经够了 人们在做了几千个大礼拜 念了几万遍咒语之后 开始感到骄傲 同时又毫不犹豫地杀害昆虫 纵容它们所有的妄念 不在乎自己犯下的恶行 即使这些恶行相当大相当多 这是一个大错误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上师的指引 正如一个婴儿需要父母的保护 试着把你所有的经验和觉受 融入对上师的前进心之中 如果你能够领会这个修行的要点 将不会有障碍 如果你的境遇顺遂愉悦 那么把你的安乐视为上师的加持 不要承认为一场迷梦 一个幻想 如果你遭受困难和痛苦 也把它视为上师的加持 如果你生病了 那么观想上师位于病痛发生之处 要认清这个病痛提供你一个机会 去亲近你在过去所造之恶业和无名 痛苦的根源 把许多其他如你这般受苦的众生 放在心中 并祈愿你的痛苦 承纳了他们的痛苦 愿他们从一切痛苦中解脱 如此一来 疾病便能教导我们慈悲 如果上师是你的医护 你将到达任何你想要到达之处 听闻的人们 对上师升起前进心 作为踏上道徒的盘缠 上师如同地面 从不离开我们屡踏的双足 上师带领我们通往证悟 从不令我们失望 受了大气的称托 飞机可以迅速的把我们带到步行 无法切记之处 借由虔诚心的支持 上师的加持 能够很快的带我们走向证悟 法 这个字的其中一个意义是 承托物 它支持 引导那些怀抱信心 一心向靶之人 一个被水势湍急的河流 冲走的人 可以被一只强健结实的手 拖拉上岸 同样的 只要我们向上师出示信心之环 那么上师的钩子 便能够把我们从生死轮回中拖出 从身文称 上至大圆满 无论是在佛法的哪一个阶段 没有一个弟子 能够在缺乏真正上师的引导下修持 仰赖一个具得的上师 是在修行道上有所进展 避开所有潜在障碍 与误入歧途的最佳方式 因此 虔诚心 是我们踏上政务旅程 必须支付费用 为了达到目的地 这是我们必须自行提供的盘缠 那些富裕之人 也会吝啬贪婪 听闻的人们 慷慨的诗语 不要有所分别 俗话说 越富者 越吝啬贪婪 这句话常常是真的 贪欲让你不快乐 他使你投身成为恶鬼 与其积聚无用的财富 倒不如把财富 运用于友谊之徒 慷慨的对待穷困之人 建造佛塔 供养三宝 你越是慷慨宽厚 你就越昌盛繁荣 我们应该没有分别的 慷慨对待所有的人 穷者 病者 老者 来自远方的旅人 不要因为对方是朋友或陌生人 我们有求于对方或无求于对方而有所分别 在不失时 不要炫耀招摇 不要有所偏袒 也不要期待获得任何回报 拥有权势的人也会行事邪恶 听闻的人们啊 阳气追求地位与权势的所有欲望 国家领袖为了建立权威而从事许多恶行 并且也要为以他们的名义 所办下的罪行 担负起责任 他们将面临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军队领袖 最终将尝到 因其命令 所造成士兵阵亡的业果 建立在如此多罪行上的权势 究竟有什么利益 何必积极追求权势 财富 升迁 和社会地位等不长久 只会招致痛苦的事物 觉悟的状态 是一个我们永远不会从其上落下的地位 那些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永不安乐 听闻的人们啊 拥有地位和财富的人 准备痛苦的垂胸顿足吧 没有人会比一个认为金钱万能的人更焦虑不安 我要如何创造财富 一旦创造了财富 我要如何持守财富 他生活在担忧被偷 竞争和面临灾祸的恐惧之中 当他最后失去了财富 他觉得自己身上的肉仿佛被切下来一般 看看一些人是如何为了事业而日夜劳碌奔波 他们为了追求成功和避免失败 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 他们对每一个人心存猜疑 并企图从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身上 牟取利益 来胜过地位均等的人 以及驱逐地位高于自己的人 他们很难享有片刻远离忧虑和烦恼的平静 没有权势 没有社会地位 没有可以失去的事物 以及没有可以恐惧的事物 是多么纯粹的喜乐 不要让你的心被无意的念头拖累 缅怀过去和未雨绸缪有什么好处 安住在当下的离析状态中 与佛法和谐共处 让佛法成为你的生活和经验的核心 做你命运的主人 在下一个世界中 既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听闻的人们 把信心寄托于佛法之上 当我们被一个小刺刺伤的时候 我们哭喊疼痛 当我们碰触到冰寒之水的时候 我们冷得发战 然而我们如此真爱的身体 很快就会变成一具 没有任何感觉的死尸 被本化 被埋葬 被犬肢吞噬 或被秃鹰撕裂 是他唯一的命运 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父母 子女 朋友 仆从 房屋 和财富 都无法随心 业力之风 把我们带走 如同吹动一根羽毛 我们将前往何处 我们将停留何处 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选择 谁能够帮助我们 我们只能充满信心的仰赖上师 三宝 以及终身修持的佛法 向他们寻求协助 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力量 能够把我们从介于死亡 和投身之间的中阴阶段的痛苦 和恐怖中 救度出来 引导我们前往净土 修持佛法之初 困难重重 但最后却能够获得至极大乐 这和从事俗武 有天壤之别 从事俗武 皆以喜乐为始 以痛苦繁忧 和理想破灭为终 米勒日巴尊者 曾经忍受什么样的磨练 和严苛考验 然而 正是透过这些磨练 和严苛考验 米勒日巴 赠得了金刚池的不变果位 无别的清净大乐 他独自居住在僻静洞穴之中 但他的光耀 却骗及世界 他也必须跨越死亡的门槛 但是此刻 他端坐在 敬喜净土的坛城中央 这和焦慢的世人 有多么的不同啊 当一个国家领袖 或百万富豪过世的时候 人们会说 某某人死了 如此而已 不比一根蜡烛烧尽 一潭水蒸发重要 佛法这个字 也意味着去修补 或去矫正 去纠正所有的缺点 去发展所有完美无瑕的功德 除此之外 我们如何能够获得自由 从修持佛法中所获得的功德 将留存下来 成为来世的心灵资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诗实 要供焉供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席 同瞻法医 供慕福恩 避免信仲于密闭空间 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一律踩直播方式 供慕福恩 现场无法立派位 请上网登记 为往生49日内的王者回向 立可登记毛孩 佛教慈悲志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公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文中 文中生 返导情 智会长 菩提生 迪地狱 出破坑 愿臣佛 度众生 奥迦洛迪耶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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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婚于行柱坐我间 一闻终生时 集颂此几咒 古得云 文中卧不起 护法善神称 现前简附会 后世堕神称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摩赫萨摩赫萨 放送 几咨已 大部分 关注 达菇 小杉 花 达菇 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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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